欧拉夫,你看起来不太对 哦,我的胡萝卜呢 在这 抱歉,我们认错了 这是萨曼莎 修剪粉色丝带假发 发型师工作吧 一对三角形和绳子 我们做了闪光上衣 泡沫纸叶变成了热带裙 萨曼莎在海滩上晒太阳 她在吃冰淇淋 周围都是小孩 当然,他们不会让妈妈休息的 哦,我忘记孩子们了 我们来帮萨曼莎吧 哇 她不伤心了 现在放松吧 打电话给老婆 问问她的假期怎么样了 你好,萨曼莎听得见吗 你好 哦,没有信号 拿勺子做卫星电线 拿勺子做卫星电线 牙签顶部加珠子 卫星天线可以在任何地方接受信号 是谁的电话 妈妈,是爸爸 爸爸,我听不见 知道了,得把天线放高一点 耶,成功了 爸爸,我们做到了 哈哈 揉碎餐巾纸 进入泡沫塑料球中 好蓬松 哦,天空布满了乌云 是要下雨了吗 妈妈睡着了 孩子们可以玩耍了 来生火吧 烤一些棉花糖 耶 啊,你们会融化的 哦 还好我有艾尔莎给的魔法鱼 带上 好多了 现在你们不会融化了 云层保持憨冷 哈喽 拿一半盖子 压在发泡纸上 我们有了美丽的海滩配件 塑料盖加遮阳板 做了一顶帽子 酷 风车是额外配件 哈哈 每个雪人都有 萨曼莎 萨曼莎来到精品店 需要帮忙吗 我要找包包 看看这些 都是最新的系列 哦,一般般 孩子们到了 差点毁了商店 但店员没有生气 试试这顶帽子 看,好多了 和你的头发很搭 嗯,我喜欢 孩子们也是 一家人买了新衣服 店员也收到了云朵礼物 用木川做小屋 墙壁是干燥的叶子 加一些绿植 简单的小屋 可以遮风挡雨 孩子们去散步 哇哦,那是什么 我觉得是斑马 有木川为他盖房子吧 宝贝,好想你们呀 艾尔莎 我听到了你们的愿望 哇哦,一个小屋 耶,酷 和斑马分享小屋吧 哦,孩子们 谢谢艾尔莎 我们爱你 将塑料容器 变成泳池 很适合夏天 彩色木川 变成楼梯 小鸭子 不能错过游泳池 游吧,宝贝 孩子们吃吧 想去泳池吗 先吃蔬菜 太有趣了 要完了吗 休息一下吧 拿一块温暖的毛巾 萨曼莎也想试试 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游泳池 哼,真放松 成熟的椰子 拿来做手工椅 嗯,选哪个呢 嗯,不对 耶,找到了 填充牛奶 牧川水果片 是完美的装饰 粘侧面做散的圆顶 这杯饮料真好看 哦,今天好热 嗯,凉快一下 一杯汽水 给你 嗯,好喝 宝贝,你也想喝吗 怎么哭了 好了好了 别担心,我有办法 一杯椰子鸡尾酒 嗯,好喝 你还喜欢这杯饮料 将泡沫塑料块变成姜板 涂成粉色 添加单词 还有棋 讲白很适合家庭活动 孩子们决定扮演水手 一个好船长也很难控制木筏 啊,太难了 哦,不 小小的沉船而已 用讲板吧 孩子们决定尝试讲板 现在变得容易多了 花奖就行了 谢谢妈妈 你是最棒的 拿纸板 哦,是照相器吗 不,萨曼莎,过来 测量身高 棉花使沙发更舒服 加上毛巾 喝一套水疗石 准备放松吧 你好,我有预约 哦,你来了 我们帮助您放松 躺在按摩床上 放松 忘记一切吧 啊,真好呀 妈妈,她欺负我 哦,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没法休息了 好了,上桌吧 现在你们享受按摩 车轮有用了 用泡沫纸条包裹车轮 绿色泡沫纸是车子的墙壁 分隔区域 需要顶棚 用麻绳装饰 简单又好看 把这块涂成棕锁 一个轮子 用鲜花和绿色植物装饰汽车 炎炎夏日去兜风吧 萨曼莎决定买点吃的给欧拉夫 但怎么带回去呢 我们要走了吗 是的,宝贝 车子来了 问题解决 上车 乘客们请坐 车子前往去机场 太有趣了 正好能装下我们的东西 出发 下沫 下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